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格了 出格了 你管他们不能到时候 從這邊看 從這個地方 你看 拋開這邊不說超過了界線 是不是 一旦你超出了以後 當然是不好看的 是不是 當然你一開始畫的時候想容納這麼多 所以就會想法想法這些 架進去 但事實上在一個原子裡面很難處 那老是要表揚這 你買一個呢 就是說你在處理這張畫面的時候 在畫雲塵的時候 這樣須須的疾病 雖然細碎了一點 雲塵雲朵本身都是很難畫的 你的線條的流暢性 一定要有連貫 知道嗎 它是有難度的 所以你在這一張畫 為什麼說老實說在這邊處理 還不錯 你注意看 我們把集中 雖然畫不下 但是我們把集中的這一部分 說很密的東西集中到了這邊 然後呢 把書的東西 比較空朗的這個地方 留在這 知道嗎 一張畫 它應該要有這種葬禮 知道嗎 有密 有書 不要平靜 每個地方都一樣 是不是 如果 我要休息 你先讓我媽來見我嗎 好的 可以 可以你先過去我再講 好不好 你可以休息 不能說謊 好不好 我現在還說幾分鐘 你去把毛筆 什麼東西都洗掉 然後你看 就這張畫來對比 我們先不說這張畫這裡面 畫的 具體 你要畫的好 好不好 我們不計較這個 知道嗎 你整張畫裡面 你在用色 都很好 知道嗎 但是這張畫 跟這張畫 比起來 很明顯 這張畫的空間 分佈對比 就要好一點 因為關係很簡單 一個是密的 一個是空的 是不是 這個地方相對來說 壓得比較緊 知道嗎 這張畫下來以後 因為它是正方形的紙 它到處給人家 感覺很舒辣 是不是 在這個 柳音叢中 是不是 在桃花裡面出紙 這種小感覺 我們 討論到一個原子 搬過來以後 就要考慮到它的小構圖 是不是 小構圖 那這個時候 你在留這兩個空間 其實留的還不錯 但緊接著在這個地方 就把它全堵了 知道嗎 所以它會導致 比如說 我在這邊 如果提一個字 提一個什麼東西 整個畫面 它會壓得濕濕的 知道嗎 無法呼吸 聽懂嗎 就是 你必須要嘛 就留下這一條 那這個時候 我有可能提字 提在這邊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在處理這邊 一張畫 不要壓得太濕 知道嗎 只能把所有東西都蒙在一個平面裡面 知道嗎 要讓它多成空間 好 這個 本身這個畫也是要有序進來的 我們在畫動物科 因為前面 他們 有一部分他們訓練了 知道嗎 畫麻雀開始 你起步的是這個 你一下子選這個畫 它當然就在這了 所以就老是建議不挑 我也不希望你一步一步的推到這 這就效果很好 本身你在用事啊 什麼都 都是很影響的 像這種你都能處理的很乾淨 我們不說這個結構說有多等階 沒有經過寫聲 沒有經過說 先去分析呢 我們沒有經過說 從最簡單的那個秒入手以後 就難以說 這張畫這邊要準確到什麼程度 沒有意義 不說準確的事 就說大體上 這個鳥這個造型還在 知道嗎 它就夠了 因為你選的這張畫是難度很高的 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給一星畫的時候 一星也沒畫好 然後他把它畫到後面還寫圖背 知道嗎 那大家可能有可能在畫麻雀的時候 為什麼麻雀是一個花鳥題材裡面說 必須說 學會去掌握的 因為相對來說 做一個鳥 他寫一畫 他比較容易掌握 知道嗎 好 你可以通過他以後 去輻射到 比如說畫燕子啊 畫其他東西 畫烏鴉 相對慢慢升級起來 你不能一把頭就畫這麼冷 知道嗎 因為這裡面 有太多染色撇絲 怎麼去造型 畫嘴畫腳 是不是 這我們都要分解去做的 是啊 這個話我們不討論 但是總體這個氣氛很好 就是說這張畫的構圖 可能沒有這張畫的構圖來的 你知道嗎 這張畫的構圖很好 那至於筆觸和線條 因為這個都要長幾年了 它才能七分三十和雲乘 雲多的那種線條質感 知道嗎 好 好不好 那我們這兩張畫就 就這樣 但是你的畫面 一般都能保持完整度 好 這個是比較好的 知道嗎 盡量都能把它做完 這一點是很好的 啊 好 不錯 慢人 你兩節課 不要做太長處 我們還是聽老師的意思 就是一個一個的吃掉 好 我能讓你吃四個的話 不會讓你只吃兩個 知道嗎 好不好 老師也會給你壓力的 但是呢 目前我們就是 先把那個最重要的那一關 簡單的吃掉 好 吃掉以後再挑到這 不挑 不亂挑 好不好 很好 就先這樣 好 下課吧 下課